不論是製造散戶講消息 甚至用各種方式進入選領 干擾自治運作行為 只要最正確到 我們一定能辦到 當前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強化國家安全 強化經濟實力 強化社會安全 不斷壯大臺灣 後扯實力 體身臺灣在國際上的不可期待行為 這才是臺灣永續生存的利益 臺灣擁有重要地緣戰略地位 面對國際變局 我們的戰略選擇相當清楚 就是要堅守自由農族 以及市場經濟 這兩項根本的價值 是臺灣今天成為亞洲民主典範 以及發展經濟實力的重要技術 過去兩年 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我們堅持價值理念 展現高度的韌性 讓越來越多理念相近的國家 表達中華民國 對中華民國臺灣的支持 尤其是美國最近 不僅國會通過許多有裁法案 之前曾經副總統也公開譴責中國 打壓臺灣的外交 並且肯定臺灣的民主制度 和臺灣共享民主價值的日本 無論是在國際強盛的聲援 或者是天災時的相互協助關懷 都讓養國的友誼越發明顯 前正值 歐洲議會也通過決議 肯定臺灣的民主發展 同時也呼籲 歐盟國家全力惡阻 中國努力挑釁臺灣 破壞臺灣 臺灣的多元的民主 是我們接受堅決守護的價值 但是如果有其他國家 利用臺灣社會的自由 來進行滲透製造濫象 我們一定會用盡一切的方式來逃犯 絕對不會做事 無論是製造散戶假消息 非法 竊取 科技情報 還是需要破壞資訊安全系統 甚至企圖用各種方式 見不選擇 干擾自治運作的行為 只要你最正確到 我們一定連辦到處 針對系統性 來自特定國家隊長的假消息傳播 我們也會加強跨國合作 不僅僅是交流 經驗 未來等要建立查核跟通報的意思 共同來應用這些小消息 對各國社會的民地 所帶來的破壞和垂擊